中华職棒上半球季结束后 有近三个礼拜的休息时间 富邦寒将在近期 和知名棒累球打击场宣布合作 希望给予球迷更好 和更有寒将风格的棒球环境 并且以蓝白色系为主 和明星球员肖像布置的场馆设计 给予球迷第二个家 而看板球星林一拳和陈凯伦出席发布会 担任一日店长 除了与球迷近距离互动 两人也亲自体验现场的棒球设施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我也都会带小朋友来大鲁阁玩 然后有时候寂寞 寂寞自己在做调整的时候 也会需要用到这些场地 真的吗 我觉得还不错啦 还蛮好玩的啦 对啊 因为刚刚就是因为 看到我们的领队在那边玩 很想不想输给他的感觉 去玩玩看 开玩笑的 今天不一样就是我们要为他们服务 就可能要当店长 或是跟他们有近距离接触 对啊还不错感觉 上半球季只打出27胜33败的成绩 排在联盟第三名并不令人满意 汉将球员希望好好利用 还有两周的休赛期间 纠正上半季的不足 为下半球季做出发 最近刚好有两个多礼拜的调整时间 那球队这边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享受好好的备战下半季 然后可以把成绩打出来 都还不错啦 就可能是一些运气可能比较差一点 也不要说运气啦 可能就是重点已经结束了嘛 我要重点是要我们知道说 我们球队哪里有不好 或者是哪里需要改进的 在这段时间下半季 这段时间可以做个修正这样 目标当然都是一致嘛 先拿下半季冠军 先拿下来嘛 富邦汉将在6月30和7月1号 将看上半球季的冠军 Lamigo桃园进行两场热身赛 两队也将在7月10号碰头 为中华职棒下半球季揭开序幕 我来体育新闻 采访报导